我們看這題目解這個不等式 那麼首先呢x加1是幀數 所以第一個條件這幀數要大於0 所以x加1大於0我們算出x是大於-1 那第二個條件是 這裡也是幀數 所以呢x平方-x-1也是要大於0 幀數要大於0 那麼如果我們去解x平方-x-1等於0 可以得到兩根 這x等於2a分之-b 那負得正是1 加-根號b平方-4ac 那麼我們算出根號裡面是5 所以呢這時候因為這裡是大於0 所以我們得到的是x 是小於小的 這是2分之1-5 或x 是大於大的 這是2分之1加 更號5 那麼第三個條件 才是去解這個不等式 那因為這2.25這是1.5 2.25呢是1.5曲平方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同曲平方 得到這是Log 這是以 2.25為底的 這是x加1 括號平方 那麼大於 這是Log 這個以2.25為底的 這是x平方 -x -1 那麼 這時候呢因為 2.25呢是大於1的數 所以呢這時候我們 將幀數拿出來做比較 這不等式方向不變 所以我們會得到x加1 括號平方 這是大於 x平方-x-1 所以呢這乘開來 我們寫到這裡來 這是x平方加2x加1 大於 x平方-x-1 那x平方我們把它消掉 所以呢這一項過來 這一項過去我們得到 這是 3x 大於 負1-1 就是負2 所以呢 x 是大於 負 3分之2 那麼我們得到 這些範圍我們要取 交集 所以呢這時候我們畫一個 數線 那麼我們取個大概就好了 這是負1 然後這是 1-5 這是2分之1加5 這是負3分之2 那麼根據他們的大小關係 我們可以標示 那因為都沒有等號所以我們畫空心 這時候負1是最小的 標示在這裡 那麼接著是負3分之2 那麼我們沒有按照比例 接著是2分之1-5 接著是2分之1-5 所以我們畫在這裡好了 那麼 最後是2分之1加5 我們畫在這裡好了 好 那根據 第一個條件呢 x 叫大於 負1 所以呢我們往這邊畫 那麼 第二個呢是x 要小於2分之1-5 或x 大於2分之1加5 所以呢 這是往這邊畫 然後這個是往這邊畫 這是第2層 那麼第3層呢是x 大於負3分之2 所以我們是往這邊畫 因此呢我們看到 這3層 的交集是 三個都有是這個部分 以及 三個都有是這個部分 所以呢 答案我們是要回答 這x 是大於 負3分之2 然後小於 就是2分之1 減 根號5 或 這x 是大於 2分之1加 根號5 這個答案 所以呢我們將 答案再寫一次 這是x 大於 負3分之2 小於 2分之1 減 根號5 或 x 是大於 2分之1加 根號5 這個答案 2分之1 可以用後5分之1 有 3分之1